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八岁 我要说台语 大家乡亲 我跟你说我爱这片土地 我很多朋友在这里 拜托 我们大家来爱台湾 请听我由衷之言 请听我痛彻肺腑的由衷之言 我回来 我八十岁了 我还不怕旅途的劳累 我回来 我就是希望提醒大家 不能再过这种苦日子了 我还不怕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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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大家好 我是比比安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 特别从美国洛杉矶回来的张奶奶 那因为她长期都一直居住在 美国都在国外嘛 那对我们台湾的政治啊 都一直有在关注 那首先呢 这边想要请张奶奶就是 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说 您在美国看到台湾的政治 跟您在台湾所看到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我想纠正一下 我在洛杉矶叫张阿姨 张阿姨 大家的张阿姨 我喜欢我还年轻一点 虽然我已经八十岁了 但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医学进步了 八十岁还是 所以还保养得很年轻 那谈到这一次我回来 纯粹是我对中华民国的这一个爱心 因为这几年 蔡英文上台以后 太自己封锁自己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事实上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领袖 是应该为老百姓着想 我这一次坐飞机十四个小时 下飞机以后 我感觉真好 我回到家了 我就想了 这么美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领导人 在这里为非作呆 我就只有四个字 得不配位 因为怪不得大家喊他空心菜 确实的 其实很多事情大家想一下 最可恨又可怕的 是背后三个人 一个当然是陈菊 还有大家知道苏贞昌 其实最最最可怕的 是邱毅人 所以她的女朋友 可以在华航里面 这么隐藏在这里 这么久的时间 吃香的喝辣的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一个国家的老百姓 我们台湾同胞 太善良了 太被这种舆论的左右 一个国家的选举 尽量要有网军去操控 对 要有网军去操控 凭良心讲 我不是韩粉 但是我欣赏韩国瑜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英雄人物 英雄人物 她给我们带来希望 我相信她绝对不会贪污 因为她自己表示 如果她贪污 她就把我关到死 是的 一个人肯在大众的面前 说把我关到死的人 还会去贪污吗 那像您这一次啊 特地从美国洛杉矶 回到台湾来嘛 那您在台湾 您有什么样的人事物呢 让您感受比较深刻的 其实我台湾我离开已经快五十年了 所以呢 我回来之后 很多的东西都让我生疏了 可是呢 这个亲切感 还是这么浓 那我这一次回来之后 当然是以选举这个去关心 那很让我忧心的就是 很多的尤其是庶民老百姓 因为像我现在住在这个饭店 靠六合夜市很近 我就去吃啊煎啊 四神汤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曾经吃过的 台湾的味道 对对台湾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结果呢 我因为心里面太关怀这一个国家的安围了 所以呢 我也喜欢跟这些老百姓谈一谈 可是我发现啊 这些善良的老百姓 还不知道可怕的这个苦日子 还要继续下去 所以他们呢就跟我讲 他们说 你今天是在台湾 你可以讲这个话 假如你今天在大陆 你早就被关起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洗脑 对 今天的时代 其实国内中国跟台湾 我们是亲人 亲戚 对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亲戚有钱了 我们亲戚富强了 我们希望亲戚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结果我们的空心菜 居然指望美国来帮他 对 因为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啊 让我们觉得说 如果哪一天中共打过来的话 美国可以帮忙我们 所以我说蔡英文是空心菜 美国帮过谁打仗 没有 美国只有为他自己去打仗 没错 结果你空心菜拼命在这里挑心 说一句实在话 现在这一次的选举 会做到这么恶劣 因为民进党急了 他输不起 陈菊在高雄 负债三千多亿 对不对 那蔡英文更别说了 自己是总统 国家的专机 他会运湿烟 对不对 听说还有两车 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还不知道 对 万一他落选了 也许我们才能知道 所以我说 台湾的乡亲们 你们不想知道 那辆车是什么东西吗 你们过苦日子 他们吃香喝辣 用国家的权力 也许进尸的是名牌 不要包包啦 是美的这种化妆品啊 你用得到吗 刮风下雨 你们还在这里卖额啊间 五十块 你能赚多少 你要赚多久 才能像杨慧如 赚到上亿的钱 我们台湾同胞太善良了 这一次一定要清醒 我回来 我八十岁了 我还不怕旅途的劳累 我回来 我就是希望提醒大家 不能再过这种苦日子了 给韩国瑜一次机会 给她做做看嘛 既然蔡英文已经做了三年半 做的这么糟糕 把七个国家 都断交了 可是那个笑话 可能国内的人还不知道 我们在国外一清二楚 那些国家 他每次去带钱 大把的钱去送 人家就是铺一块红布 让他站在上面 他是来阅兵 那个阅兵不是好笑吗 几十个人 所以这个总统他做得过瘾了 因为他可以去检阅三军 最好笑的一件事情 勘灾 他会坐在装甲车上面 高雄现在还要罢免韩国瑜 那个臭水沟下面 有哪一个首长 会跑到下面勘察这种灾情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来改变一下我们台湾 假如有一个人不贪污 不拿我们老百姓的钱 去为他自己 而是为他死终一句话 我们的世间苦人多 我好像看到这个 蔡英文的这个证件 就是孔中 为什么要孔中 今天的中国强盛了 他只希望说 我的亲戚也跟我一起沾沾光 你们好吃的水果 我给你们买 你们美丽的日月坛阿里山 我们来玩 我们给你们带来钱 给你们带来那个 亲戚就将走动 有什么不好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什么不好 因为假如他们不再当权 他们就没有这么多钱 可以去操控 对 那老百姓更要过苦日子了 我还是过我的生活 只是我不忍心 我的同胞 你们受苦 我跟韩国瑜一样 世间苦人多 对未来的总统大选的部分 您怎么看呢 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见干净两个字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支持韩国瑜 我明白的说我支持韩国瑜 我绝对不希望蔡英文 你再继续执政 我不是反民进党 当初民进党 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也是奉献他们很多的理想 对不对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念 可是走到今天 苏贞昌 你输了 你怎么还当行政院长 你不停的在那边 指使韩国瑜 这是什么国家 你以为老百姓服你吗 无耻的苏贞昌 不要脸的苏贞昌 难道我们老百姓 没有权力 来对你们这些 龌龊 肮脏做一点点 因为哪有一个国家 输了那么多票 几十万票 你不知道人家恶心你吗 你们愧对民进党 你们愧对两千三百万的台湾同胞 你们让他们受苦 你们让他受罪 你让他在风中雨中 辛苦的赚那个几个铜钱 而你们杨慧如 一动就是上亿 国家机关 一搏就是几千万 这个还有没有天良啊 上有天下有地 台湾没有天和地吗 这就是我 为什么这么老了 我还要拼此一搏 你们几个是为你们的利益 在拼搏这一次的选举 所以你们用尽了国家的工器 来斗凑韩国瑜 你以为老百姓的智商这么低吗 你太小看我们台湾的同胞了 你也太高估你们的智商了 你以为你们这么为非作胎 把国家的工器 甚至国家的飞机 来带你们吃烟 而老百姓抽的烟要交税 你们拿回来的烟是免税 你们真不要脸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你们了 亲爱的同胞 亲爱的台湾同胞 亲爱的父老兄弟 我离开家乡这么久了 我从来没有忘记你们 这一片土地 这一片绿油油的山林 处处都让我看了还要再看 所以我这么老了 我还要回来 不要再上他们的当了 他们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狠 为什么这么做的这么绝 因为他们输不起 他们捞了你们所有的钱 在他们的口袋 苏贞昌 陈菊 邱一仁 我讲错了吗 你们对得起民进党吗 我又激动了 因为我真的是舍不得美丽的宝岛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蔡英文 你在过影 你在过总统的影 你到处好像是多威风 其实连一个博士学位 你都可以搞假的 你在台湾人家不敢讲 海外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总统拿的是假博士 你就是不要脸走出去 别人看你 也不会看上你 台湾同胞 我们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一个人 再继续做我们的总统 我们不要再过苦日子了 我们不要再锁台了 我们锁台就是坑台 害台湾 我爱台湾 我是山东人 我告诉你 我爱这片土地 我爱吃台湾的东西 我爱台湾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风促使馆 我很多朋友在这里 拜托 我们大家来爱台湾 不要再吃苦了 不要把钱都送到这些人的口袋 苏贞昌 陈菊 邱毅仁 你们在支持蔡英文 为什么 因为你们既得的利益 怕被剁走 老百姓不是这么傻瓜的 你们不要做票 告诉你 我们已经有20万军来查票 来监票 绝对不会让你得逞 请听我由衷之言 请听我痛彻肺腑的由衷之言 我爱你们 我爱台湾 我爱中华民国 我更爱中华民族 非常感谢我们的洛杉矶张阿姨 特地从我们洛杉矶回到台湾来 其实我们的张阿姨 在洛杉矶的生活环境过得很好 也有孝顺的女儿 今天会这样不辞辛劳的 特地回到台湾来 其实就是一份爱国的心 跟爱我们台湾的人民 那如果说我们观众 今天有受到我们张阿姨所感动的话 那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爱你 我刚刚讲错了吗 我刚刚讲错了 我说什么 我说 我叫她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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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她家姐姐 我叫 我叫她姐姐姐 我叫她姐姐姐 她 baht不怕 我叫她姐姐姐 我叫她姐姐 integr